从房屋垮塌事故发生后到现在 林坟 运城 太原 禁中 常志等 五个消防救援支队 已经有240多名人员在现场 持续搜救被困的人员 记者也采访了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 他们讲述了救援时的情况 这是3月15号晚上10点 为平复一名被困女中学生的紧张情绪 救援人员钻进这块混凝土楼板下 长达十几分钟 不停地和女孩交心为她鼓劲 当时就说是叔叔来救你了 不要害怕 不要睡觉 坚强一些 我们一直在鼓励她们 能听到她的声音吗 能呢 我们一直在交流 很快 救援人员将压倒在女中学生身上的 混凝土楼板破拆 女孩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 最后 救援人员在这片坍塌的废墟中 又接连救出两名儿童 来 注意她腿 注意她腿 注意她腿来 来 拉过来 慢慢 没事 没事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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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当第一个人员救出的时候 我们战士心里面是备受鼓舞 因为冒这么大风险 但是我们能把这个人救成 我们非常感动行为 据救援人员介绍 事发现场 坡度抖 救援难度大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还发生了第二次坍塌 目前仍存在土石滑坡隐患 目前被救出的一名中学生 和两名儿童 均无生命危险 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 这个八岁的小女孩 很淡定 很淡定 说我不害怕 不害怕 她一直这么说 感谢观看